第351章 傀儡与炮灰 对了 贤兄妹怎么会在这里 又聊了一会儿林轩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开始随便问了一句 两兄妹对视一眼 脸上的表情皆有些黯然 徐峰叹了一口气 虽然往事不堪回首 但林轩有恩于己 他也不想隐瞒 原来幽州正魔对立 天山派为了道统能够传续下去 是左思右想 最后还是加入了三巨头的一边 这么做初衷不是为了避祸 毕竟像天山这种实力不弱的门派 若不表明立场 很有可能受到正魔双方的同时打压 掌门真人的决定并不算有错 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一旦阳入虎口可就身不由己了 阳入虎口 此话怎说 林轩脸上露出一丝感兴趣的神色 前辈有所不知 那三巨头真不是东西 徐峰还来不及解释 他的妹妹就愤愤然地开口 原本我们以为归顺了三巨头 多少能得到一点照顾 虽然供他们驱策 但能度过这次威界也算值得 哪知道 如何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盟友 而是作为奴隶 根本就不管天山弟子的死活 奴隶 林轩不由地一愣 看了身前的少女一眼 没这么夸张吧 倒有死言 是不是有些太过 哎 小妹虽然调皮 但所讲之于 确实没有添油加醋 事实如此呀 徐峰是叹了一口气 正魔爆发大战 我们这里依附于他们的门派弟子 就被当成了炮灰 凡是危险的任务 几乎全交由我们去做 而且稍有差池 重罚励志 是啊 才这多久 我们天山派的弟子 就死伤三分之一呀 徐鹰的俏脸上露出一丝黯然 语气之间对三巨头 更是充满着不满 嗯 林轩点点头 不知可否 仔细想想这样的事情 虽然有些残酷 但也在情理之中 正魔两道 争夺幽州修真界的霸权 但两边自然都爱惜 门下弟子的羽毛 故而这一波大战 自然是让依附 以他们的傀儡们派 作为炮灰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若入墙时 在修真界更是体现的 淋漓尽致 林轩也不好安慰什么 一时之间 三人陷入了沉默 两久 林轩才重新开口了 原来如此 不过贤兄妹 为何又来到 这十万大山之中 难道也是三巨头 安排的地下任务 让你们收集灵丹药草 这 徐峰脸上一白 吞吞吐吐吐 说不出话来 林轩微微一笑 善解人意地道 若是有难处 徐兄也不必说了 在下不过随口一问 无需放在心上 听林轩的话 兄妹俩都很感激 徐峰牙齿一咬 谦卑言重了 我和小妹之命 是您所救 如何还敢隐瞒您呢 是这样 我俩并非外出执行任务 而是离派私逃 什么 听了这话 即便以林轩的城府 也不由悚然动容 离派私逃 这个罪名可是不小 当然 他也没有急着询问什么 对方既然已经开了头 自然会有始有终 事情是这样的 大约两个月前 小妹和门下的 数十位师兄弟 奉命 驻守某处金矿 原本这个地方位置偏僻 并不惹人注意 集合了数十名驻记 其修士 安全应该没有问题 哪知道 人算不如天算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处普通的金矿 突然发掘出了大量的中品金石 中品金石 林轩眉头一条 眼中 隐隐闪过一丝意吗 众所周知 金石 蕴含有丰富的天地灵气 在修真界的作用 于货币无益 同时 金石也分为 上中下三个等级 等级越高 里面灵气量也就越充足 同时 制气或者是斗法的时候 作用也就越大 然而在这一节 从金矿中开采出来的金石 90%以上都是下品 能够出产中品金石的矿藏 也是寥寥无几 每一次现世 都会掀起 腥风血雨 原本这个消息 三巨头内部 也是严格保密 然而不知道 怎么回事 居然莫名其妙的 被泄露了出去 于是 极恶魔尊派遣的 大批手下 前去攻打 正到高层 虽然也连忙派出援军 可是晚了一些 结果可想而知 这边虽然有阵法一托 可归根结底 只有数十名铸鸡妻弟子 而魔道那边 光是宁丹鸡高手 就有七八人之多 再加上 数倍于对方的兵力 几乎不用打 就知道结果 铸守金矿的天山弟子 又不是白痴 双方实力悬殊太大 与对方打 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众人聚在一起商量之后 简视不可为 也就选择了退走 严格说来 他们这么做并没有什么错 毕竟留下来 也不可能改变什么 唯一的区别 就是多增加几条 无辜枉死的冤魂罢了 可谁也不曾料想 就因为这样 却闯下了弥天大火 金矿被夺 三巨头的高层十分震怒 于是以临阵逃脱的罪名 要严惩当时把守金矿的 天山弟子 令前辈 你说他们是不是不讲道理 居然要我们这些人 去硬扛那些宁丹旗修士 这不是找死 谈起当日之事 徐阴秀眉微皱 脸上的神色 依然充满着愤怒 林轩叹了一口气 随口安慰了几句 不过心中 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在他看来 对方这么做 也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以碧云山为首的正道三派 在幽州已经统治了上万年 他们的高层 自然不可能是酒囊饭袋 丢失了金矿 实乃非战之过 这一点 他们不可能真的看不出来 之所以还要不讲道理 硬要处罚那些 临阵逃脱的天山弟子 其实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目的是杀鸡敬猴 毕竟他们心中也清楚 这种依附于自己的门牌 做炮灰的事情 大失人心 底下已是怨声载道 甚至后悔 想要脱离他们的呼声 也是越来越高 那几位元英妻的老怪 自然不会坐视 这种局面发展下去 如今的形势 自然不可能用怀柔的手段 去安抚 故而他们决定采取血腥的手段 平息下面的布马 可惜几十位天山派修士 不过是刚好撞到了刀口上而已 第三百五十二章 相救 林轩虽然仅仅是听两人叙述 但脑海中 却已经浮现出了此事的前因后果 当然这些是没有必要 向对方讲的 徐姑娘不必难过了 逃出来就好了 是令兄设法相救 嗯 徐峰点了点头 婴儿是我亲生妹妹 我当然不能见死不救 不过这次能与小妹逃出虎口 还多亏了欧阳仙子援手 欧阳仙子 你是说欧阳秦心 林轩有点诧异的开口了 怎么 林兄也认识欧阳前辈 徐峰更是露出了意外之色 嗯 算是吧 林轩含糊其词 自然不会讲出自己与欧阳秦心 关系匪浅之事 徐峰没有追问稍一思索 也就释然 林轩作为林药山少主 交友广阔 也是很正常的 这次多亏了欧阳姐姐援手 徐峰在一旁忍不住插口 原本她与欧阳秦心早就认识 而且关系也颇为不错 虽然谈不上归中密友 但彼此交情也算深厚 这一次要受冰姐之苦 欧阳秦心不忍见好友 伸手易触 故而也就帮了一点小忙 具体原因两人没有详说 不过林轩也很容易猜测 即便对于三巨头而言 宁丹成功的高洁修士也是不多 而且欧阳秦心所席的音波功 威力无穷 在门中深受两位师叔伯的器重 可以算是位高权重 他要相救一名小小的天山弟子 虽非举手之劳 但也没有太大的难度 两兄妹接着往下说 寻得脱牢笼以后 他和弟弟自然不敢再在天山派继续待下去了 深夜逃走 然而天大地大 幽州到处都是三巨头的爪牙 投靠魔道也不是办法 一两人的修为 最后肯定还是要当作炮灰 兄妹俩自然不会干出 才出诱入狼窝的蠢事来 几番思量之后 他们决定前往鬼罗城安身 昔日 那里被修士们视为位徒 如今却变成了安身立命的乐徒 不能不说 这是一极大的讽刺了 然而鬼罗城虽然远离幽州中心 可兄妹俩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毕竟在这里 三巨头一样有着常驻的修士 如果 一旦身份曝光 同样是死路一条 于是兄妹俩身居浅出 总算没有遇见危险 可麻烦也是接踵而来 以前他俩是天山弟子 每月有门派提供一定的金石 丹药 不时还会下发各种各样的修真材料 可如今孤身逃走 再没有大树可以依靠 兄妹俩 情况就跟散修一样 修行所需要的各种东西都需要自己 今时还好一点 以前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积蓄 能够满足目前的所需 然而丹药却成了一个难题 别说他俩了 就算是圣灵根的修士 也不可能光靠打坐就提升使力 灵丹多多少少都需要服食一些 万般无奈之下 兄妹俩只好冒险 进入十万大山 除了有年份的灵草 妖兽的内丹 同样可以炼制灵药 当然危险是不用提的 可俗话说得好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想要有所收获 风险肯定是有的 而且兄妹俩也仔细思量过 十万大山的身处 他俩当然不敢去 就算是圆英七老怪 能不能活着从里面出来 都还是一个问题 不过外围的两三百里 还是有把握的 毕竟去那里狩猎的修士 已经很多了 当然除了提防妖兽以外 还需要留意打劫者 好在兄妹俩运气不错 一路行来 并没有遇见太大的危险 反而机缘巧合之下 发现了昆弩 这种妖兽 在其他地方可不多 他身上的内丹 更可以用来炼制 助击器用的灵药 虽然他的品阶稍高 但两人联手 应该也能够灭杀 于是徐英和徐峰 信冲冲的出手 哪知道接下来的却是噩梦 这昆弩不知道又从哪里 跑出了两头同伴 这一下反客为主 猎人变成了猎物 若非林轩出手 兄妹俩已沦为 妖兽果腹的食物 原来还有这么多曲折 林轩听完以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 转头看了一眼 倒在血泊中的昆弩 既如此 两位就将这 妖兽的内丹取走好了 林某还有事 先告辞 说完 拱了拱手 兄妹俩大喜 没想到林轩如此大帮 居然将这妖兽赠予他俩 毕竟是林轩出手 灭了此物 按照修真界的规矩 理由归他所得 谢谢前辈 徐峰为人正直 不过却稍贤内向 心中对林轩感激非常 嘴上却已经说不出话 反倒是他的妹妹 机灵乖巧 笑眼如花 脸刃一礼 冲着林轩盈盈地败了下去 不必客气 林轩一副大方豪爽的表情 与他平时唯利所趋的性格 颇不相符 当然不是因为兄妹俩 有交情的缘故 而是以他目前的境界 这昆弩的寿丹 根本就用不着 只适合炼制 助击期的灵药 对于宁丹期的自己 可是没有丝毫的帮助 当然 拿到仿式这腰单 也可以换取金石 不过与林轩的身家 这一点财富 根本不放在眼里 还不如大方一次 做顺水人行划算一些 好歹也算相识一场 这点小忙林轩还是愿意帮 林轩抬手虚扶 随即在身上清光一起 好了 后会有期 这十万大山步步凶险 两位自己小心一些 话音未落 林轩与话为一道惊鸿 转瞬之间 向远处寻光而去 望着林轩的背影 兄妹俩呆呆的出了一会儿神 徐音叹了口气 大哥 这林前辈真是了不起 是啊 当初他也不过是 助击期的修士 神通法力远不及维兄 没想到 短短二十余载 就凝成了金丹 徐峰也深有感触 与他相比 维兄还真是羞愧无敌啊 大哥 你也别这么说 毕竟那您成金丹的几率太小了 何况 我听说林前辈当初到林耀山 就是被通宇真人一眼看中 说为入室弟子 肯定是有他的不凡之处 说不定拥有圣灵根哦 我们如何能够相比啊 徐音连忙安慰着说 嗯 小妹说的是 正如林前辈所言 我们也要努力 如果能够凝成金丹 我们就不用像这样提心吊胆了 第三百五十三章 墨月族 告别了徐氏兄妹以后 林轩继续赶路 深入十万大山 约三百里之后 修士的身影 逐渐变得稀少了起来 这里已经不大安全 经常会有高阶妖兽出现 当初李耀天 也是因为迷路 误打误撞来到这里 便是以林轩现在的神通修为 也不敢有丝毫的倾心大意 神识全开 提防着可能出现的危险 就这样 又飞了半日以后 林轩在一处不起眼的小山前 停了下来 这里 怪石临寻 环境十分恶劣 地上散落着不少枯黄的残枝于败叶 便是那山 也是光秃秃的 放眼望去 满目的萧条 便是偶尔有人路过这里 也绝不会在意 然而林轩却心中依稀 转头打亮了 一下四周的环境 就是此地 迈步向小山而去 突然他脚下一挺 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低下头脚下是一堆枯黄的败草 林轩绣袍一扶 白光一闪 将多余的事物卷到一边 一具遗骇出现在了面前 这是 林轩 不是没有见过死尸 自从踏入仙道以来 他已经亲手斩杀了不下上百的修士 让他吃惊的 并非眼前的尸体 而是那残骸上的服饰 明显不是本地的修士 墨月族的巫师 墨月族若是换一个人 恐怕还真没有听说过 关于他们的记载 只有上古的典籍上才有 林轩也是因为喜欢读书 才在玉童简上见过 传说在数百万年以前的洪荒时期 人类曾有两大分支 一个就是占据尹州 幽州等地的太族 另外一个就是墨月族 其中太族的人口要多得多 墨月族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左右 两族除了凡人 也都有自己的修仙者 只不过人类称修士 墨月族则称为巫师 在起初的时候 两族相处和睦 关系虽不能说亲密无间 然而纷争也不多 就这样岁月悠悠 过了上百万年之久 然而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族反目为仇 这其中究竟是为何牵扯到什么隐秘 已经不清楚了 阴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只知道两族血腥的功法 绵延了数万年之久 千万不要小看了墨月族 虽然他们人口的基数要少得多 然而族有灵根 可以修仙者的几率则大大高于太族 故而巫师的数量 也有修士的近一半左右 而且同为追求仙道之人 巫师的修炼之法自成一脉 与同阶修士相比 不仅不落下风 甚至还烧胜一筹 两族相斗 凡人的胜负无关紧要 最终决定胜负的 那还是这些修仙者 战斗激烈已急 不过最终还是太族获得了胜利 墨月族渐渐消失了踪迹 有的说他们被灭族 彻底从这一界抹去 然而林轩却从玉同俭中 看到了另一种记载 说他们逃入了奎因山脉 十万大山等一些险恶之地 然而这种说法却被嗤之以鼻 其他的地方暂且不说 上面所列举的两处 环境都十分恶劣 且有妖兽疯狂肆掠 别说凡人 就是修仙者 进入也要小心翼翼 稍不留神就有可能陨落 墨月族退入那里可能吗 凡人是不可能 在这种地方生存的 而就异族的情况来说 少了凡人作为基石 修仙者也如无根的扶贫 迟早也会没落 以前关于墨月族的一切 林轩也只是好奇 当初并没有过多的留意 毕竟就如同妖魔一样 他们已经近百万年都没有在幽州出现了 看着脚下的遗骸 林轩的双眉不由紧紧地扭在一起 难道就如同传言所说 墨月族并没有消失 而是潜伏在十万大山中修生养息 沉吟了一下 林轩伸出手来是虚空一抓 残骸中多了一个除袋 就飞了过来 林轩的掌尖布满了灵力 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将它拿起 神石探入进去 那边只有寥寥几块金石 然而高高矮矮的瓶子却有一大堆 除此以外 各种瘦皮瘦骨 以及其他妖兽身上的材料也是着实不少 除此以外 还有几株林草 林轩是一阵惊恶 随即他就释然了 十万大山 怎么说呢 即可以将它描述成修真界的宝库 因为里面的妖兽极多 固然危险 但同样也带来了丰富的修真资源 而且除了妖兽以外 这里面面积广阔 植被茂密无比 林药起草 同样也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 甚至 还有一些上古时期已经灭绝的珍贵植物 只不过 无一例外 全都在十万大山深处 外面的修饰 也只有流口水 因为那种地方不乏化形期的恐怖妖兽 就算是几位原鹰期的老怪联手 也不敢说一定就能全身而退 不过除了妖兽和林草 这十万大山中却鲜有精矿 里面不清楚 至于根据外围的地貌特征推测 就算有那么一点点 肯定也是贫乏以极的 这就不难解释了 这位巫师的储物代理 为何金石极少 反而有那么多林草 以及妖兽的材料 林草手中的瓶子 足有七个之多 其中一个稍大 另外六个 则精致小巧 这些难道是 林草拿着那个大的一瓶 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随即就拔开瓶塞 从里面倒出一粒蚕豆大小的药丸 紫药丸呈腥红色 味道辛辣 林草将他拿到鼻子底下 闻了一闻 脸上就露出了喜色 作为灵药山少主 虽然他的炼丹术一塌糊涂 然而博览群书 对于各种灵药的见识 却并不比门内的 几位炼丹师逊色 甚至可以说 还要稍胜一筹 这墨月族炼制的丹药 自然与林草以前 见过的大不相同 但衣理本就相通 以林轩的知识推测 则绝对是增加宁丹期修饰法力的丹药物 略略一数 有一百多颗 林轩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笑纳了 然后他又将剩下的几个瓶子一一打开 这里面装的则是各式各样的腰单 有的龙眼大 有的形状古怪 居然是椭圆形的 但每一粒都是灵气逼人 不是凡品 这次还真是运气 平白不顾就得到了这么多的东西 第三百五十四章 变异妖兽 林轩继续探入神石 对除代中剩余的东西进行清理 一把弯刀 适样于幽州其他地方的兵器迥异 虽然看着有些别扭 但却是品质不低的法宝 一个玉筒简 一张破布 林轩将玉筒握在手中 贴上自己的额头 原本以为是墨月族的功法 哪知道入目几个字 却让林轩大失所望 灵兽图鉴 这东西有周到处都有 实在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林轩随手就将它丢入了自己的储物袋中 然后拿起手里的破布 此物是折叠起来的 展开之后虽然有树杖之打 但是一脚有些残破 仿佛被人用力撕扯过 甚至还有火烧的痕迹 林轩心中一动 看了眼地上的骸骨 难道是这位仁兄临死之前 想要回去此物 然而却因为受伤过重没有成功 假若如此 这不起眼的破布恐怕非同小可 林轩连忙名神望去 上面是一幅巨画 旁边还有不少文字标识 可惜林轩一个不是 看来应该是墨月族的文字 虽然自己并不认识 但凭着这幅图画 林轩也将他所表示的意思 看了个七七八八 这应该是一幅地图呀 顺着那简陋的线条一路看去 林轩找到了几个奇怪的圆圈 这里难道是墨月族的聚居之地 看来自己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那裕同俭记载的 被识认为是荒谬之言的 居然是事实 墨月族并没有消失 反而在十万大山中生存 反衍了下去 那么奎因山脉等地 恐怕也有他们的部落聚集 林轩摇了摇头 这些不关自己的事 不过他还是争而重置的 将地图收入到储物袋里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林轩重新用神识 在遗骸及附近搜索了起来 突然他脸色一变 眉宇间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这骸骨左边的肋骨 虽然寸寸断裂 然而并不像是被修真者的法宝所伤 倒更像是受创于妖兽的利爪 林轩的神情一下子变得警惕起来 原因无他 这位倒霉的巫师 既然能够拥有法宝 那不用说 他至少也拥有宁丹妻的修为啊 能够让一位宁丹妻的巫师明灭 这妖兽自然是非同小可 虽然死人尸体已经化为白骨 陨落也有些年份了 但万一那妖兽在附近下了窝 仔细想想 这种可能性也并不算小 念急至此 林轩连忙放出神石 并将他的范围扩展到极致开始搜索起来 片刻后 林轩睁开眼 嘴角便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真是越怕什么 越容易遇到 居然不幸被自己猜中了 在距离此地 大约七八里的地方 有一处巢穴 隐蔽非常 若不是自己有心 还真容易将它忽略掉 在巢穴之中 有一头妖兽正在沉睡 此物是一头蜘蛛 然而却大的惊人 身体的直径足有数丈 浑身长满了绿色的绒毛 光是看一眼 就让人毛骨悚然 林轩的瞳孔微微搜缩 月魔之珠 其实这种妖兽 林轩曾经遇到过 那时候 自己还是一个小小的筑记器修真者 加入林药山味酒 为了收集妖兽的魂魄 而去了奎因山脉 而与另外几位筑记器修士合作 准备围剿月魔之珠 哪知道却遇见了 天煞魔君附体的怪物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月魔之珠也就是 二阶极品的怪物 可眼前的这头 明显比奎因山脉那只 强壮了不知凡几 林轩用神石一扫 心中顿时就凉了半截 居然是三级上品 相当于宁丹后期的修士了 月魔之珠并不是成长系的妖兽 也就是说 通常情况相爱是不可能 晋级到三级的 当然 凡事没有绝对 若是像人类一样 月魔之珠也有其遇 巧合之下 浮食了什么天才地宝 而因为这种情况 晋级的妖兽 通通拥有特殊的神通 难缠 就是一个词 林轩是眉头微皱 站在原地思索了起来 如果是普通的宁丹 初期的修士 碰见这变异的月魔之珠 肯定只有落荒而逃 而自己的话 战胜他 把握还是颇大 当然 危险肯定是有一点 但再不计 逃走 肯定是没有问题 左思右想 林轩决定 先将这妖兽除去 当然 他可不是为了 替这倒霉的巫师报仇 而是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 自己要去那 古修士的遗址探密 而那地点 距离这妖兽的巢穴 太近了 只有七八米 无论自己如何 小心 惊动他 肯定是无疑 到时候 一番血战 也无可避免 与其如此 还不如现在想办法 先将这妖兽给灭了 其次 危险于机遇 往往是并存的 这种三阶上品 妖兽虽然可怕 但没有机缘 等闲 也是很难遇到的 灭了他 可是一大笔收获 这家伙 浑身上下 没有一处 不是宝物 念及至此 林轩就动手了 能够偷袭 是最好的 这样可以省下 不少的力气 对于妖兽 没有卑鄙不卑鄙的问题 故而 他扶下了一颗引灵丹 然后使出九天玄公中的秘法 将自己的气息全部引去 为了不被妖兽察觉 林轩连寻光都没有用 直接为自己施加了一个轻身术 然后身形一化 已向前飘出十余丈远 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了丛林之中 七八里的距离 虽不能说转瞬极致 但也仅仅花了小半炷香的时间 拨开乱草 眼前出现了一巨大的洞穴 眼前珠网遍布 光是蛛丝 就有人的指头那么粗 林轩将神石放出 那月魔之珠正趴在洞穴的深处 为了不将它惊醒 林轩并没有用神石对它多做探测 手掌一翻 取出了一张银色的俘虏来 林轩之所以不用法宝攻击 是因为启动法宝的动静太大 而俘虏只需要注入一点点的灵力 就可以激发 是乃偷袭的最佳选择 手是轻轻一挥 那俘虏是无风自然 化为一团直径仗许的巨大火焰 地接林府 光看声势 就非同小可 去 林轩手一点 那火球如同天上陨落的流星一样 带着长长的尾焰 想着洞穴深处呼啸地飞了进去 第三百五十五章 鼓动可怕的巨响传入耳朵 热浪扑面 大块大块的碎石从头顶上掉落下来 林轩神色凛然的一拍储物带 红光耀眼 玄火神珠已经出现在了面前 林轩正想要驱使他攻敌 突然眼前红芒乍现 林轩连忙一步向旁边一闪 一道顽口粗的红色光束插身而过 吱吱怪叫之声大作 林轩表情冰冷的一甩手 一道白色的光雾从袖口飞射而出 刹时间画为一道狂暴已急的飓风 将眼前的巨石吹开 月魔之珠的身影显现了出来 林轩凝目一看不由得有些恶然 刚才自己所寄出的福禄 已经将它横卧之处化为一片火海 这些火并非普通的反火 带着一点炫目的紫色 连坚硬的石头都能够点着 那威力丝毫不下于修饰的丹火 可月魔之珠身处其中 却没有感到丝毫的痛苦 更加诡异的是 它身体的表面竟然同样幻化为火红的颜色 一对冰冷的大眼正恶狠狠地注视着林轩 口气摩擦了几下月魔之珠 突然张开大嘴猛力一吸 将那些火焰竟然吸入到肚中 满意地打了个宝阁 见到这一幕 林轩先是一愣 接下来不经反喜 这种因为服食了天才地宝而晋级的妖兽 大多都会拥有一两种特殊的神通 这也正是让林轩忌惮之处 月魔之珠能够在自己的攻击之下安然 无恙 绝非它的防御够高 而是对火属性法觉免疫 面对火灵根的修饰 这种神通自然是大占便宜 不过对自己来说 却没有什么克制之销了 大不了不用玄火神珠 林轩一拍除带 将飘云落雪剑寄了出来 相风亦然 月儿也现身出来 毕竟眼前妖兽的等级很高 他不会让少爷一个人面对危险 白白嫩嫩的小手 持着那墨黑色的小帆轻轻一摇 鬼哭之声大作 无数鬼物从里面蜂拥而出 一阵翻涌之后 化为一头长石鱼杖 面目猙獰的墨娇 张牙舞爪的 向对方杀了过去 林轩见了此景 微微一笑 伸出手来 冲着漂浮于头顶上的 飘云落雪剑 点了两下 嗡名之声大起 从剑身之上 爆射出两丈余长的剑芒 刺目已急 令人不敢直视 去 林轩口中轻斥 那剑芒一身一缩之后 竟然又狂涨了一倍 加着尖锐的破空之声 呼啸着 展向着妖兽 林轩和月儿联手 两人虽然都是宁丹初期左右 但凭着顶阶的法宝 以及所席的功法 便是宁丹后期的修士 也会选择暂避锋芒 然而 那月魔蜘蛛眼中 红芒一闪之后 却居然毫无畏惧 张开口 一颗龙眼大小 血红色的内丹 被喷了出来 滴溜溜的一转 化为一团直径丈雪的 巨大光球 迎向了月儿季初的末焦 空气如水波般荡雅 不知何时 那飘云落雪 箭在前面 竟然出现了一张猪网 向着剑芒缠绕 找死 林轩嘴角便流露出 一声冷笑 两手抬起 各掐一道法掘 仙剑一阵之下 剑芒再长了两分 撕拉 一声清响 朱网被撕成了两半 仙剑去世不缓 继续呼啸着 向妖兽斩下 作为三级上品 妖兽 月魔之珠 灵智尚未打开 但智商与低节 妖兽相比 多少还是要高一些 见朱网被轻易地撕裂 他的双目之中 竟然很人性化地露出了 骇然之色 林轩眼中闪过一缕机巢 此网或许真有不凡之处 林轩在那倒霉巫师的弯刀法宝上面 就找到了一些蛛丝 坚韧无比 由他支撑的网 可以困住普通的法宝 然而 这飘云落雪 见其同寻常 乃是上古时期 原因期修士所遗留下来的古堡 面对危机月魔之珠的八条脚爪 突然一起用力 身体一弹之后 竟然抢在仙剑击中他前 逃离了原地 口中 丝鸣大作 恶狠狠地向着林轩扑了过来 阴风大作 月魔之珠尚在半空 突然被数十道五颜六色的法爵轰了一下 只见月儿的身边 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了数十头妖兽的魂魄 刚才的那一攻击 就是他们的杰作 这些兽魂的等级普遍不高 但联手之下 威力却不容小瞧 月魔之珠没有受伤 但却连翻了几个跟头 破绽出来了 这么好的机会 林轩自然不会错过 左右手同时一扬 捆仙球和碧林针先后祭出 月魔之珠眼都红了 一阵怪叫之后 从嘴里喷出一道顽口粗的红光 免去了被捆仙球锁住的危机 然而绿芒一闪 惊天动地的惨叫传来 已经被碧林针击中了 这种非真类法宝在修真界极其稀少 威力暂且不说 用于偷袭 可是绝佳的东西 林轩祭出的捆仙球 本来就是为了吸引蜘蛛的注意 现在目的达到了 右手举起身猛然挥落 一道法掘注入到飘云落雪剑中 仙剑再次化为一道利芒 向着妖兽就劈刺下来 月魔之珠也感觉到了不妙 脚爪用力 再次想要移挪出去 然而这次却是白费力气 林轩神石微动 还留在妖兽体内的碧林针 顿时肆虐了起来 剧痛之下 月魔之珠浑身发抖 根本就无法调动真源 雪花蹦剑 月魔之珠被劈成了两半 林轩伸手一招 收回了自己寄出的猪斑法宝 说起来 这一战远比想象的轻松 虽然理论上 三阶上品妖兽的实力 能够与您当后继的修正者 一较长短 但由于对方智商不高 与同阶的人类修士相比 其实要逊色那么一些 林轩与月儿联手巧施妙计 斩杀他并没有花太大的力气 当然 这也与主仆二人所惜的功法 以及拥有逆天法宝 有着不少关系 毕竟 林轩本身的实力 就不一定弱于 您当后期的修仙者 月儿虽然要逊色一筹 但媲美中期的修士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两人联手 还与蜘蛛陷入苦斗 那才真是奇怪了 林轩收回思绪 从腰间解下了一支灵兽袋 一道白光 从里面喷涌而出 在地上一果 月墨蜘蛛的尸体 就不见了 然后林轩抬头 看了一眼 天空中那略显暗淡的 红色光球 是伸手一招 那红光迅速缩小 化为一粒火红色的内丹 林轩也喜滋滋地收好 此间事了 他不作停留 化为青红 向原路飞了回去 七八里的距离 几乎是转瞬极致 看着眼前光秃秃的小山 林轩脸上露出一丝一色 稍作沉吟 右手一翻 掌心中 已多了一个阵盘 此物得自李耀天的除代 当初那家伙 虽然除了冰封的妖魔 在这里是一无所获 但他也怀疑自己 是否遗漏掉了什么 故而临走之前 在此地 布下了一个迷幻的禁止 以林轩现在的神通 又加上有阵盘在手 破除此阵 自然是轻而易举 林轩口中念念有词 并通过双手 向阵盘之中输入法力 很快一层黄光在阵盘的表面亮了起来 搜 前面的小山上是光滑一闪 一面小小的阵旗就破土而出 击射了出来 林轩早有准备 伸出手来是虚空一抓 一只怪手凭空出现 将那阵旗捞在了手里 紧接着又有几面阵旗 从土里飞射出去 然后地面开始颤动起来 无数乳白色的迷雾涌现 将整座小山包裹 林轩依然神色如常 将那几面阵旗 全部收入了储物带领 这乱环迷仙阵 在玄机心得中也有记载 本身并不算如何的厉害 不能伤敌属于迷幻一类的进知人 然而千万不要小看 用处非小啊 一是用来隐藏宝物 二可以与其他的阵法配合 比如说在吉英恶林阵中 再布下此阵威力绝对倍增 过了约一盏茶的时间 那白雾自己退散 眼前的小山重新出现在面前 那与刚才相看见的景象 就完全相反 小山是郁郁葱葱 各种植物不一而足 显得生机盎然 林轩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又看了一眼不远处脚下的骸骨 起初林轩还担心 这墨月族的巫师来到这里 是有八九也是发现了 古修遗址的奥秘 不过现在看静置完好 那么这家伙 显然是还没有得手 很快雾气完全散开 林轩身上轻盲一起 已飞到了半山腰上 然后放出神石 开始仔细搜索 少请林轩是锁定了一处 绣袍一扶 一缕剑芒 从指尖击射而出 哗啦啦 林轩一击之下 无数的碎石 如雨点般分落下 一个直进丈许的山洞 出现在了眼前 林轩是抿了抿嘴唇 此处确实隐蔽 洞口又被李耀天 用石头堵住 若是不知深浅的修饰 就算经过这里 能够发现的几率 也是着实不大 林轩飞到山洞的前面 并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放出神石 想要一探深浅 虽然李耀天在浴桶中 曾直言这里没有危险 但小心一点 总是无错的 山洞稍微有点倾斜 并且一路向下 很深 林轩的神石轻易 就进入到里面 数百丈的地方 虽然这里已经是山腹的深处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 略显犹豫一愁躲 还是飞进去了 第三百五十六章 圆月之夜 进入山洞以后 林轩就降落了下来 虽然神石查探过 没有危险 但小心一些 总无大错 用走 还是要好一些的 山洞里很黑 林轩一仰手 掌心中 就出现了一个 鸡蛋大小的白色光球 光滑所及 再加上修真者远超常人的眼力 林轩已将周围的一切 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林轩走得很慢 不时还用手 在石壁上磨砂两下 遇见石头也一脚踢飞 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 七八百丈的距离 林轩花了整整一天 才走到了尽头 然而还是什么发现也没有 既无危险 也没有宝物 眼前已经没路了 此时 他处在山洞尽头的 一间石室之中 据李奥天所言 那冰封的妖魔 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这间石室 呈椭圆形 约有数十丈见方 面积倒是极为宽广 可惜空无一物 这里林轩已经仔细搜索了 数遍 甚至可以说 绝地三尺了 无论是四周的山壁 还是下面的地板 林轩都寄出了法宝 狠狠地挖掘了一番 可是还是没有丝毫的收获 此时林轩一手抱胸 脸上露出一丝沉吟之色 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 他当然不会就这样轻易地离去 其实没有发现 是很正常之事 当初李奥天就已经在这里搜索了数遍 如果自己轻易就找到了宝物的踪迹 林轩反而就要怀疑 是不是有人给自己设下了陷阱 林轩可不相信这里会真的什么也没有 古修士的遗址数量虽少 但时不时也总有一些幸运 而能够闯出去 古宝 丹药 甚至有运气极好之人 得到了古修士的一波传承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修为狂生 献煞了众人 于是 有越来越多的修士足迹 踏遍穷山恶水 洪荒大漠 却寻找了上古修士的洞府 然而这机缘这种事情 真的很难说得清楚 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有心去找 反而会鲜有收获 那些执着者 反而白白耽搁了自己的修行 本来有机会踏入下一个境界 也因此虚度时光 隐恨收场 最后化为目中枯骨 不得不说 这是一种讽刺了 也算是对修仙之人的警醒 仙道艰难 想要走得更远 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勤奋 意图投机取巧 一个弄不好 反而聪明 反备聪明物 但不管怎么说 那些机缘巧合 进入古修士遗址的 都是大有收获 就算运气最差的 也能获得数量不菲的金石 反正林轩是没有听说过 有人空手而归 他也不认为自己会这么例外 这里既然会出现被冰封的妖魔 更加证明此间的主人是神通飞小 林轩曾经在某本上古典籍中看过 远古时期 由古修士 直间将妖魔 祭炼成傀儡宠物 那可是比僵尸更胜一筹 可惜 炼制之法如今失传了 而且 如今也没有妖魔 可以作为原料 以那妖魔的神通修为来看 会炼制这种等级傀儡的 十有八九 是元英其老怪 念及至此 林轩心中越发火热 更加不会轻易的离开了 找不到不急 反正自己有的是时间慢慢探索 林轩性子坚韧 认准了一件事情是从不回头 盘期而坐 先休息了一会儿 等功法恢复了再说 第二天一早 林轩又开始在洞府内悄悄打打 期望着能够将某种禁止触发 按照林轩的想法 这里多半被设下了极为厉害的障眼法 一天过去了 没有收获 两天过去了 依然两手空空 转眼 林轩不知不觉的 已经在这里待了十七天 半个多愿而已 对于修士来说不过是晃眼一瞬间 有时候 林轩练习功法 连盘期打坐都远远不止这点时间 然而天天对着冷冰冰的石壁 想要从上面看出端倪 却完全是白费力气 这种日子十七天可不算短 至少 李耀天来这里搜索最长的一次 也不过半日而已 现在林轩有点怀疑了 自己是不是弄错了 毕竟这些日子 他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如果真有什么障眼法的话 自己没有道理 连一点端倪都看不出来啊 难道这根本就不是古修士的洞服 那个妖魔被冰封于此 也是别有缘故 林轩暗自心想着 毕竟是几百万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谁又说得清楚 可惜那妖魔已经被自己灭了 否则对他施展搜魂之术 说不定能够得到什么线索 林轩有些懊恼的想着 其实严格说来 自己其实已算不需此行 得到了那遗孩的除代 还有灭杀了三阶的悦魔之珠 已算是不菲的收获 可想想此行本来的目的 林轩还是有些不甘心 罢了 再待上个三天 三日后 若还是没有发现什么 自己转身就走 林轩暗暗心想 他可不打算一直在这耗着 一天又在平静中度过 这天晚上 林轩正在盘棋打坐 以他如今的修为 除非确实是疲劳到了极点 否则单纯的打坐一会儿 就能让体力恢复 突然林轩像是感应到了 什么似的 停止了体内灵力的运行 缓缓的睁开了眼睛 清冷的月光 从天空中洒落下来 今天是圆月之夜 当然待在山洞深处 林轩是看不见月光的 不过用神识 却能将外面的情况 感应得一清二楚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月光居然从洞外照射了进来 林轩眉头微挑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是这间石室中的 一个小禁制在发挥作用 刚来到这里时 林轩并没有发现此禁制 记得是第五天的时候 才感应到的 当时林轩还兴奋了好一会儿 可仔细研究之后 却发现这禁制 根本就是垃圾 以及没有任何用处 现在他将月光引进来 又干什么 总不至于是拿来照明 林轩有些疑惑地想着 然而眼睛却一眨不眨 顺着望了过去 那月光经过禁制的牵引 最后照到石室一处 不起眼的角落 然后毫无征兆的 蓬勃的灵力 以汹涌而出 是一箱扑鼻 林轩却连忙屏住呼吸 提防有毒啊 好在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 林轩定睛向前望去 这是 林轩脸上露出了狂喜 第三百五十七章 那原本空无一物的石室角落 突然浮现出一层青色的光幕 接着又由青转蓝 最后竟然变成了紫色 少请光滑渐渐脸去 一座传颂镇出现在眼帘中 这传颂镇精致小巧 上面符文遍布 刻满了林轩看不懂的上古文字 一看就是年代久远之物 这个发现着实让林轩欣喜 不过他却没有冒失的上前 而是用神石扫了一下四周 确定没有危险以后 这才不慌不忙的走过去了 虽然古传颂镇 与如今相比要稍稍复杂一些 不过以林轩如今在镇法方面的造诣 倒已勉强能够辨识 这传颂镇虽然年代久远了一点 却完好无损 即使不做修补 也能立刻使用 原来这儿是一错假洞服 林轩手摸着下巴 脸上露出一丝玩味之色 这种事情在修真界虽然不多 但也谈不上有什么稀奇之处 一些生怀重宝 或者仇家很多的修真者 在开辟洞服的时候 往往会在周围布置上 几个伪装巧妙的假洞服 这样即使有仇家找上门来 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应对 更有一些心狠手辣的 会在假洞服布置上几套陷阱阵法 想到这里 林轩的冷汗就从额头上蹭蹭而下 还好这个假洞服中没有禁制 否则困在古修士的禁制之中 即便自己的神通能否平安脱险 也还是两说之事 这个传颂阵应该可以直达真洞服 不过布置的还真够巧妙的 怪不得李奥天绝地三尺 也只能空手而归 而自己这些天再怎么努力 也寻找不到蛛丝马迹 原来只有月圆之夜 这传颂阵才会显现 林轩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然后从怀中取出了几块金石 安放在上面 一道法觉打在阵眼 传颂阵顿时呜呜地冥想起来 林轩神色从容地站在了上面 一层柔和的光韵包裹住他的身体 然后林轩的身影逐渐模糊 最后消失的是无影不踪了 脑袋有一点轻微的眩晕 感觉林轩并不惊慌 这是传颂的正常现象 很快眼前的景物就清晰了起来 林轩双手一拍 浑身清光一闪 已将九天灵顿打开 同时玄火神珠也被他系了起来 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危险 好在这次是林轩过分的小心了 什么也没有 此时他身处于封闭的山洞里 这山洞不大 高却有七八丈建方 在他的前面有一块光滑平整的石台 一位童颜鹤发的老者 正盘七坐在上面 不过林轩却并不惊慌 这老者虽然先锋道骨 容貌栩栩如生 但却生机全无 显然坐化已久 不过这倒有些稀奇 修仙之人生前固然是风光无比 然而寿源耗尽 魂归地府以后 与普通凡人没有区别 同样是一句坟中枯骨而已 这种失身不服的情况可是不多 不是生怀一饱 就是曾经修炼过特殊神通 不过这些念头也仅在林轩脑海中一转 他可没有心情研究 很快林轩的目光就落在了此人的腰间 那里挂着一个青色的橱带 古修士的遗宝 显然自己这次又能有不小的收获 林轩是扎了扎嘴唇 略以犹豫 并没有动手去取 而是在腰间的某只口袋一拍 一团黑色从里面冒了出来 雾气散开以后 隐约可以看见一只红眼绿毛的人形怪物 僵尸 这是林轩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只 去 林轩身出手来是轻轻一点 那僵尸是立刻听话的伸出一只枯瘦的利爪 抓向老者腰间的橱带 眼看就要碰到 从那橱带里突然飘出了一点火星 四缓十击 站上了僵尸的手臂 呼的一下 那火星明明只有若隐若现的一点 却不可思议的一下子爆燃了起来 进行不到一秒的功夫 那僵尸就化为灰烬了 林轩是悚然动容 他就是因为害怕有陷阱 才操纵僵尸出手 这是什么火焰 竟然如此的霸道 纯阳丹火 不对 别说自己 后期甚至大圆满境界的修饰 丹火也没有如此威力 除非是元英七老怪的阴火 林轩本来就怀疑着 煽动的主人达到了元英纪的境界 刚才所见的一切 不过是正是了他的猜测而已 只不过此人心思狠毒 一般修士作画以前 宝物林丹若没有后人可以传授 他都会放在身前 等待有缘之人的到来 这种死后还要设下陷阱 害人的着实不多 看来 此人不是什么邪修 就是愤世嫉俗 恨尽天下人的修饰了 还好自己没有轻举妄动 否则以这火焰的威力 就算能够侥幸不死 重伤也是难免之事 林轩眼中闪过一丝阴历 少爷 怎么办 这火焰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白光一闪 月儿现身出来 秀眉微皱地说道 没什么了不起 就算是元英奇老怪的阴火 我也有破解之法的 林轩胸有成竹 不慌不忙地说 他一番言语 并非是胡吹大气 毕竟这名邪修作画 已有百万年之久 虽然不知道 他用了什么秘法 能够将萤火封存 并保存到现在 但少了主人灵力的支撑 这萤火蕴含的法力 毕竟有限 自己只要小心一点 就算是用蛮力 一点一点的消磨 最终也能够将它破除 将想法于月儿一说 少女也赞同了点点头 少爷 要不要我帮手 林轩自然不会拒绝 虽然自己一个人也可以 但是有了月儿的帮助 进度上会快上许多 伸手在储物带上一拍 林轩将飘云落雪 渐济了起来 月儿也取出了寿魂帆 万物相生相克 对于火焰 自然要用冰属性 或者是阴属性的法宝了 林轩吸了一口气 是双手掐绝嘴唇 微动低沉的咒语声 回荡在山洞之中 急 随着林轩一声轻驰 那飘云落雪间 巨力的颤抖起来 一道白光亮起 几下扭曲之后 竟然膨胀变大 化为一头长约七八丈的 白色冰龙 另外一边 月儿御守轻摇 从兽魂帆中 同样涌出的鬼物 化为了一头墨胶 第三百五十八章 兽魂之宝 两个月后 林轩伸手一招 那白色冰龙扭曲变小 重新露出了仙剑的模样 飞回到林轩的手里 另一边 月儿的脸色也十分苍白 隐隐露出了法力透支的迹象 见林轩望来 少女甜甜一笑 受魂帆轻摇 同样收回了墨胶 林轩输了一口气 这阴火尽致 远比想象的难以化解 自己与月儿联手 居然还用了两个月 这些古修士神通 实在让人择舍 不过想想此人 可能拥有的宝物 林轩又是一阵心中火热 里边会有什么 略意愁愁 林轩还是没有用手去取 这作画的邪修阴险狡诈 别布置了其他的陷阱在里头 小心无大错 略意愁愁 林轩从月儿的手里 接过了寿魂帆 将法力注入到里边 以蛇怪的寿魂 从里面跑了出来 是黑影一闪 卷向了那厨带 没有发生意外 林轩这才神色一松地 接了过来 将神石探入里边 少请 他伸手一抖 乌彩的霞光浮现 几件宝物出现在了面前 一八张大小的浮露 是金光闪闪 一看就不是凡物 一根清脆碧绿的玉笛 一面小小的火红色圆盾 上面是符纹遍布 显得颇为神秘 林轩眉头微挑 才三样古堡 远比自己以前预料的要少 尤其令人有点沮丧的是 是这里居然没有任何增进修为的丹药 不过很快 林轩就将这种情绪 抛出了脑海 先检视一下 这三样东西有何用处 圆盾不用说 自然是一件防御的宝物 林轩将它拿出来 仔细翻砍 喜悦之情 易于言表 林轩是不缺攻击属性的法宝的 然而 他防御护身的手段 却是乏善可陈 通语真人赐下的逍遥善 也会在妖魔手中 这件古堡正好可以代替 林轩屈指一弹 嗡 小顿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响 犹若龙吟 从声音 林轩无法判断此堡 是由何物铸造而成的 将它收入囊中 林轩又取出了那玉笛古堡 先仔细端详一番 然后试探着 将少许凌厉注入里边 一声清响 那玉笛是青光大放 竟然化为一头长石鱼杖 水桶粗细的巨马 林轩是吃了一镜 自己刚才子时 往里面注入了一点法力 并没有使用画形之术 这宝物怎会 恭喜少爷 这是寿灵之宝啊 清脆娇柔的声音传入耳朵 月儿不知何时跑了出来 望着那巨蟒是满脸放光的道 寿灵之宝 林轩眉头微皱似乎听说过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月儿 你说说 那是什么东西 嗯 月儿点点头 微笑着解释起来 所谓寿灵之宝 是洪荒时期古修士 才拥有的一种技艺 现在已经失传了 简单的说 就是炼制法宝的时候 将妖兽的金魂 也作为原料 什么 林轩满脸惊恶 他只知道 一些轨道修士的法宝 可以吸入人或者是妖兽的魂魄 比如 自己的兽魂帆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这种宝物 也是将魔帆练好以后 才吸入生魂 没听说过 有将魂魄 作为练宝材料来用 林轩咽了一口唾沫 也不得不佩服 那些古修士的神通 月儿接着往下说 这种妖魂 作为材料炼制出来的法宝 论威力远在普通法宝之上 而且画形之术更加神妙 还有加成的效果 原来如此 林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至于月儿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他倒并不奇怪 所谓有其主必有其谱 或许是受自己影响 小丫头十分喜欢看书 在修炼之余最大的爱好 就是柏兰古籍 关于受魂之宝的秘密了解 这么多已经足矣了 修真者的寿命也有限 林轩并不想随意浪费时间 只要知道此宝 威力非凡就行 然后林轩的目光 落在最后一张符路 初一看 此符与一般的地界林符 也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金光闪闪 有些惹人夺目 但此符 作为这个上古邪秀的 三件遗物之一 肯定有他的不凡之处 林轩略意愁愁 然后小心翼翼的 分出一缕神石 向着符路中 谈叹而去 金光一闪 那路神石 竟然被毫不客气的 反弹了回来 林轩一正 但脸上的表情 却不由反喜 见微知著 从这点小事 更可以看出这符路的 不凡之处 试探者 注入一点灵力在里边 呼的一下 那风突然无风自然 见了此行 林轩是一经 露出了后悔不已的表情 怎么会这样 自己注入的这点灵力 不过是投石问路而已 别说地界的林符 就算是最初级的林符 也是不会启动的呀 难道这宝物 就这么白白的消耗掉了 林轩一阵心疼 可事已至此 他也回天乏术啊 那符路燃烧以后 化为一颗头颅大小的 金色火球 是嗖的一声 一道月牙型的光刃 从里面被激发了出来 光刃速度极快 一闪及时的 站在左侧的山壁之上 然后消失不见了 一道极薄的刀口 出现在面前 林轩是心中骇然 放出神石探望过去 这山壁 足有数百丈深 而且是由坚硬的铁石构成 就算自己用飘云落雪剑一击 能否将它动穿 也还成问题 这金色的光刃 或许连法宝 也挡不住他的遗迹 林轩想到这里 是回头望去 只见那金色的火焰 小了一点 却并未消失 难道 林轩心中一热 想起某个传说 然后他不再迟疑地伸出手来 屈指一弹 一道法觉 注入那金色的火球里 火球是晃了几晃 变得越发的耀眼 收 林轩一声轻驰 那金色火球缓缓地飘落过来 并且熄灭后 重新化为了刚才的那张符路 林轩 欣喜已急地将它夹注 没有想到 居然真是传说中的那件宝物 林轩至今已是高级修真者 对于修真界的各种常识 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通常来说 无论是何种等级的福禄 人接的也好 地接的也罢 都属于一次性的消耗品 然而 在上古时期 却有着极少数的林符 乃是用珍贵以极的材料制作 因而 能够封印比普通福禄多得多的威能 这样的林符就不再是消耗品 可以反复多次使用 直到里面封印的威能耗尽 这才会报废啊 第三百五十九章 铁甲练尸 手中之物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宝物 因为材料极其稀有 即使是上古时期 数量也不多 论价值 他还远在一般的古堡之上 林轩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这回 真是大的收获呀 将三件宝物全都放好以后 林轩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走到刚才那金色光刃所展的石壁面前 林轩用手在上面轻轻地抚摸了两下 体内林立流转 一道持许长的剑芒就出现在手掌之上 然后将剑芒刺入了石壁里 再轻轻一转 一大块巨石就被他卸了下来 林轩一挥手 从上面取下了拳头大小的一块 放在眼前一看 嘴角边露出一丝鸡草 只见在这石头里边居然像有一层薄薄的木板 此物当然不会是天生长成的 而是有人用秘法将它嵌入里面 檀香木 以林轩的眼力 很快就认出了这木板的来历 在天木山的时候 那银宾楼就是这种木材建成的 本身并不算如何稀有 不过 却能屏蔽掉原音纪以下修士的绅士 林轩回头 看了一眼那作画的上古邪修 此人会花力气 在整座洞府的石壁内镶嵌檀香木 自然不是吃饱了撑的 肯定有它的用途 念极致子林轩将飘云落雪 剑了起来 对着石壁就是一阵乱砍 轰隆隆是尘土飞扬 果然有了收获 一侧的石壁是中空的 一个仗曲高的大洞出现在了眼前 烟尘消散以后 可以看到洞口处有一击尸踢 林轩猎语犹豫 还是走了进去 少爷 你不怕有危险吗 月儿关心的声音响起 放心 不会有陷阱 林轩咧咧嘴角 胸有成竹的道 为什么 月儿有些好奇 你想啊 这密室既然在山壁里 还镶上檀香木屏蔽修士的身时 显然是害怕被人发现 若是不下阵法尽致 多少有一些灵气会外泄出来 这不是弄巧成拙 林轩是一边说一边走进去了 我现在倒是有些好奇 里面究竟会是什么东西 不过话虽如此 林轩还是将九天灵顿打开 并且施加了一个敏捷的 法术在身体的外边 时间很短 只有寥寥二十余级 但很快林轩就走到了点 这时 看着眼前的景物 林轩则有些目瞪口呆 月儿的翘脸也满是意外 此刻他们身处于巨大的山洞外面 这山洞极其宽广 比上面那个还大了数倍 石壁是突傲不平 还有刀砍抚靴的痕迹 显然是修士用发包开辟出来的 但让林轩吃惊的 自然还不是这个 而是在靠山洞四周石壁的地方 居然横七竖八的摆着十具棺材 幽暗的山洞 冰冷的石棺 若是普通人 肯定吓得浑身发蝉 然而 林轩仅仅是感到有些意外 少爷 这些是什么 月儿自然不会怕 小丫头本来就是阴魂之体 如今更是宁丹其修士 论修伟已经能与鬼王相比 本身的势力更要胜上一筹 不用奇怪 这丫头可是有寿魂帆这种极品的法宝 我也不知道 林轩老老实实的回答 原本以为下面的密室会是宝库 哪知道却来了这么阴森恐怖的地方 但很快 林轩就为之释然 这件事情 如果仔细思量并不奇怪 见识了萤火的陷阱之后 林轩就怀疑这家伙恐怕是一邪修 现在不过是证实了这种猜测 棺材里边究竟会是什么 看着自然就会有结果 林轩 虚指一谈 一道剑气出现是蹭的一下 一个使官被劈成了两半 一个怪物 显露了出来 这是 那是一人形的妖物 身高大约有两米 壮硕 以及浑身劈着铁甲 手中还拿着一把长歌 练尸 林轩轻易的就将他认出来了 所谓练尸 是指修士练制出来的一种轨道妖物 与通灵的僵尸一样身体坚硬似铁 而且力大无穷 不过有一点确实不同 由于是修士特意练制出来的 所以大部分练尸都不甚恐怖 没有浑身长毛 眼睛发红 这种说法 看起来倒像是傀儡人一般 不过 练尸极难制作 虽然威力无穷 但却至少有修士 愿意在上面花费精力 有那个时间 还不如练一下别的神童 眼前的这个家伙 披肩直锐 显然是传说中的铁甲师了 林轩轩心中大喜 铁甲师比普通的练尸要高一个等级 由于穿有铠甲又拿有武器 所以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 都远超同等级练尸 玄魔真经中本来就记载有天魔鬼师术 而且 林轩第二层也练成了 可惜手里却一直没有合适的僵尸 一直处于闲置 狮王的身体倒是有一句 可想要控制那种怪物 自己必须先进击到原因才可以 林轩用神石扫了一眼身前的练尸 以他的城府也忍不住露出喜色 这从家伙浑身蕴含的湿气判断 已经相当于筑击后期的修仙者 如果石棺中全是这种怪物 自己这一次可是大收获 三十多具这种铁甲练尸 联手一击的威力 自己能否接下都还是一个问题 可刚想到这里 林轩正要动手将它收起 那铁甲尸眼里突然闪过一缕凶光 抬起头慢慢的望了过来 林轩是一呆 她也并不害怕 虽然不知道这炼尸为何会突然清醒 但正好试试她的神通如何 月儿 知道了 月儿取出兽魂方式轻轻一挥动 咆哮声中一头浑身带刺老虎 和一条口吐黑雾的双头怪蛇就出现了 这两个兽魂在生前都是二戒要兽 月儿是法觉催动 两头兽魂立刻恶狠狠地向着炼尸扑了过去 双头蛇口吐毒物 可惜对于炼尸来说是没有用的 那怪物则张开血盆大口 灵力涌动 从里边吐出一道光波 脸尸根本就没有躲 被打着个正着 让他浑身的铠甲不知用何物制成 居然完好无损 手上是长歌一挥怪虎发声一声哀鸣 闪了几闪就此消失不见 那妖兽冲着双头蛇笑了一下 身形是一阵模糊 竟然诡异地消失了 再次出现之时 手中的指甲已经骤然伸长 是一阵狂舞 将妖蛇都昏破 是撕成了粉末 第三百六十章 金文 月儿秀眉微微皱起 翘脸上闪过一丝痛惜 林轩则反而大喜 这铁甲练尸的威力 还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 灭了两只妖魂以后 练尸眼中是鸿芒乍现 低吼着转过身来 表情不善 孽处找死 见对方夹杂着阴风 向自己扑了过来 林轩冷笑着一声 是拘止一弹 一道火焰浮现 烈火仿佛有灵性一般 围绕着练尸的身体 绕了一圈 然后就化为了 拇指粗细的火红锁链 将妖狮缠了起来 那妖狮自然不甘受负 拼命挣扎 可惜没用 林轩如今的神通 岂是区区一头 筑击后期的怪物 所能比拟的 浑身是黑芒一闪 林轩双手一搓 一道顽口粗的黑色闪电 瞬间释放出来 将那妖狮打得是吱吱乱叫 嚣张的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 然后林轩一催发觉 那火红锁链猛然收紧 一道黑芒从腰间的灵鬼带飞了出来 围着腰尸一卷 将它给收了回去 然后林轩屈指一弹 又一道剑芒击碎了石棺 新的铁甲链尸出现在眼前 半日后 林轩飞出了这上古邪修的洞府 三十余头腰尸已经全部被他收入囊中 除此以外并没有别的收获 但林轩已经十分满意了 林轩并没有在这里多坐停留 十万大山毕竟是危险所在 以自己的修为 遇上一两头三接妖兽到也没什么 但若是运气不佳 碰上四级化形期的怪物 则恐怕小命不保 林轩准备先回鬼罗城稍事休息 然后就动身回灵药山了 毕竟这次出来已经耽搁得太久 两天后一道惊鸿化破长空 清光脸具 一个相貌频繁的少年出现在半空里 此时林轩眉头微皱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原本他想尽快离开十万大山 由于这次收获不菲 过而一路上 林轩也不愿意与别的修士多照面 几乎是一见到有人 他就远远的躲开 毕竟在这个地方 杀人越货 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的平凡 虽然林轩自讨 远宁成金丹以后 与自己联手 就算后期的修士 也能够从容应夺 就算倒霉 遇上假英境界的高手 再不计也能逃掉 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况大一石荆州 鹰沟里帆船这种事情 修真界又不是没有 哪知道一路上遇见的修士 远比想象的要多 结果林轩为了躲开他们 不得不绕了一点路 这样一来 还真耽搁了不少时间 眼看天色已晚 林轩停下寻光稍事休息 并取出金石 握在手里补充法力 这样写了大约有一个时辰 林轩重新顿光 飞向了鬼罗城的方向 又过了半日 林轩终于来到了十万大山的外围 然而让林轩诧异的是 他看见了远比他见到的多的多的修士 而且每一个人的惊慌 非常的样子 由于数量太多 几乎让他们躲无可躲 而且这些修士 大部分有心忡忡的样子 林轩暗自周美 不过也没有心情多做打听 反正如今幽州的修真界 已经乱做了一团 这些人或许是受正魔大战波及 不得不从远处逃难至此 两个时辰以后 林轩终于飞出了十万大山的境界 来到外面的访试 连续赶路了那么久 林轩也准备进去烧室休息 访试门口竟然占了七八名修士 虽然除了为首的两人是住基西修为以外 其他人的境界不过是灵动其徘徊 但也让林轩是大吃一惊 要知道 访试乃是做买卖的地方 所谓和气生财 从来没有听说过外面还站着守卫 而且看他们一个个如灵大敌的样子 难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满腹疑惑 林轩是身形一顿在访试的门口降落了下来 他并没有隐藏休为的意思 那为首两人 见有宁丹基高人到此 不由对视一眼 脸上的表情是喜忧参半 似乎有点畏惧 又有些期待的样子 他们的脸色变化 自然是一点不剩的 全部落入到林轩的眼里 心中微微移动 林轩缓步上前 参见前辈 为首的是一白须白眉老者 修卫已经到了筑基后期 恭恭敬敬的向林轩行了一礼 然而却有意无意的挡着 并没有让路之意 林轩眉头一条 但也没有发难 而是有些冷淡的开口了 你是何人 这仿式为何增加了这么多守卫 难道鬼流城那边 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成 哈哈 前辈果然目光如炬 想必您刚从十万大山狩猎回来 还请表明身份 若没有问题 晚辈这才可以直言相告 那老者一边说 一边偷看林轩的脸色 毕竟这金丹大城的高手 不少脾气古怪 一言不合就有可能发火 然而职责所在 对于从十万大山出来的修士 自己又不得不盘问一番 这实在是一苦差 好在林轩眉头一皱之下 就丢过来一火红的腰牌 本人火灵门长老李耀天 此乃本门的信物 老者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 仔细翻看了几遍 确定没有错 这才满脸对笑地开口了 原来是火灵门李前辈 施警施警 废话少说 你们为何要对修士身份 进行核实 鬼罗城那边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 林轩可没有心情与他啰嗦 心中那不好的预感是越来越强烈了 老者叹了一口气 布满皱纹的脸上 满是忧虑 秦辈有所不知 就在两天以前 英魂峡谷里 那些鬼物突然对鬼罗城发动了进攻 什么 林轩也算是酒精风雨 然而听见这个消息 也不由大吃一惊 这些英魂虽然一直是修士们的心腹之患 但毕竟双方平静了数千年 不过很快林轩就回过了身来 其实仔细想想也不是那么奇怪 还是有迹可寻 那浩天鬼地是成功晋级 英魂们的实力自然是增长了一大截 而且修士这边 正魔两道打得如火如荼 对于英魂鬼物来说 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 而且这几千年来 对方貌似循规蹈矩 其实并不甘心失败 七绝天 不就是正在对方的修士中 埋下了伏笔吗